好之前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期间呢 苗栗竹南分局的远景柯雄飞 北上支援学运的勤务太过疲累了 回家休息之后中风昏迷送医 那么由于一直没有起色 今天上午家属已经同意把管放弃治疗 昏迷了好多天还是没能清醒 苗栗竹南分局远景柯雄飞家属虽然不舍 还是决定把管 柯雄飞在支援学运维安期间不眠不休 身体虽然不舒服 但他仍回绝放假提议 不去休息或看医生 而是继续坚守岗位 没想到返家休息后 却出现脑中风昏迷 让家属是既着急又不舍 现在立在祈祷 叫他赶快起来吧 不要抛弃我 不管再怎么不舍 儿子眼中的好爸爸 太太心目中的好老公 现在还是离开了 原本家人期待柯雄飞能醒来 让照片中一家团圆的画面能再度重现 而现在他们只能努力打起精神 好好的送他走最后一程 记者彭志明的欧易志 苗栗采访报道